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我是Face 鄭公貞 今天是7月19號星期五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好 那昨天的台股 算是驚天動地 一度大跌超過是600點 那其實在昨天早上 同一時間一樣是現在早上8點半 我就講過 台積電如果有跌破1000 你就放心的去買吧 是不是 昨天的零股交易真的爆出了歷史最大量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昨天很多人真的有去買 那1000元以下買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包含說昨天台積電的法說會 它釋出的利多跟一些消息 我簡單給大家一個結論 因為昨天我的盤後節目 我講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去看 好啦 我就簡單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台積電的法說會 它真的是無懈可擊 你說要營收有營收 要財測有財測 要資本支出有資本支出 要毛利率也有毛利率 要營收上修也有營收上修 就是說它真的是完美 你要說什麼缺點 真的沒有缺點 因為假設說如果說 不如市場預期 比市場預期的還要在 就高這麼一點點 也會被大家講話嘛 你就高市場預期這麼一點點 結果沒有 是整個全面性的大幅提升 所以我覺得說 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 台積電1000以下 絕對是不用擔心 只是說昨天晚上的夜盤 又跌了300多點 今天什麼需要去注意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狀況 今天有幾個重點 今天地緣政治風險 我覺得說這部分 是稍微要去做留意一下 因為會這樣講主要就是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其實川普的勝率是高的 絕對是高的 因為其實我這樣說 自從發生槍擊事件 川普的勝率是很明顯 遠高於拜登 你看檯面上的民調 川普其實是高於拜登 大概是2到3個百分點而已 2到3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說你去看 美國當地的一些賭盤的狀況 因為我跟你講 賭盤它才是最及時的 美國當地的一些賭盤狀況 其實川普的勝率 已經高達了75%以上 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也就是因為說 他的勝率目前來看太高 所以他講的一些話 或是說他端出的一些政見 都會影響到整個台股的局勢 因為說他當時有說到 要收保護費等等的 當然說外資對於台股這部分 地緣政治風險的情緒 就會稍微去做升溫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塊是 需要特別去觀察一下 因為會這麼講是 在台積電法說會有錢 其實我覺得說這件事都還好 但是昨天法說會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比較 軌調的狀況 等一下我會帶大家來看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說 值得持續去觀察 因為如果說假設外資 對於地緣政治風險這一塊 它的警覺心真的越來越高的話 那我只能這樣說 很多個股的本益比 甚至說台股的本益比 會稍微的慢慢 短線上再短線上 短線上可能會被往下稍微的修正一下 就需要去做留意 那我覺得說全職股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因為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鴻海聯發客跟廣達 我覺得這幾兩股票 它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一定是沒有問題 尤其是台積電 以台積電來講 一千元以下 真的太便宜了 你相信我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我覺得全職股分批布局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就是說 全職股讓大家看的是一個大方向 不是讓你去做短線操作 很多人擔心 我今天買了一千元台積電 明天如果說跌回來怎麼辦 震盪怎麼辦 買全職股 看的是一個方向 買的是一個穩定度 所以我覺得說 四大全職股都可以買 昨天的下跌跌得非常的漂亮 如果說短線上一些題材的話 我覺得說生技大展 還是可以持續做留意 包含說6446的藥華藥 6472的寶瑞 跟1795的美斯 這一塊 在亞洲生技 我覺得7月底前 7月底前都會持續去做留意 那網通這一塊 因為說網通是非常非常標準的 川普概念股 所以最近很流行 所謂的川普交易 這個勝率這麼高 我們是不是要先去提前去買進 當選之後可能會受惠的產業 這是最近在美國當地很流行的交易 川普交易 那也就是這樣 所以說 在近期台股的網通相對會比較強勢 包含說政績 政文 還有像是中壘 智邦 這都是很標準的網通概念股 可以去做留意 那還有說位階比較低的 就像我一直強調 就是說面板它在今年 幾乎算是一個大股底 所以我覺得說你如果說要穩定 又要有一個比較長線的大波段 面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群創跟友達 只是說股性不好 群創跟友達買進去之後 可能會就是拉一根 稍微震盪再拉一根 但是說長線的話 它的風險是沒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大門關鍵價 這是每天大家最期待的 是不是 你可以去回顧一下 我們昨天的關鍵價 或是這幾天的關鍵價 你去看昨天有多誇張 你看 昨天的台股 你自己去看我們昨天的重播 重播放在我的YouTube裡面 你可以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加入去看 昨天大門一度跌了600多點 然後600多點 剛剛好 剛剛好 它最低點的區間 就達到我們的關鍵價 只要你在這個區間以下做多 昨天真的是輕鬆大轉 好 那今天 因為我就說 每天的籌碼都會有所變化 所以 不要 每天的籌碼都會有所變化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會幫大家去做更新 其實說做旗子當衝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兩種情境之下 你要特別去做留意 第一就是亮縮 亮縮會不好做 第二就是跳空 如果說開盤有帶跳空的話 往上跳的話 它會把多方的肉把它吃掉 如果是往下跳空的話 它也會把放空的肉去把它吃掉 所以等一下的 因為昨天的夜盤是跌了300多點 我就說是情緒消化 那等一下的台子旗開盤 預計就是跳空 那跳空300點或250點左右都好 跳空下去之後 它會把你放空的這個空間去把它吃掉 所以還是強調一次 只要大盤有帶跳空 一律都是反向 這個勝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在以今天來講 230 40以下可以去做短多 22900以下也可以去做短多 就是都是以做多為主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樣我會分成兩筆部位 如果有跌破230 40買進一筆 有再跌破22900再去買進一筆 你可以去把這兩個點位把它記下來 230 40跟22900 那因為說目前的 整個指數的波動是比較大 包含期貨的波動也比較大 所以我會去做所謂的右側交易 就是說左側交易就是跌下來 我去做低接 那右側交易就是跌下來 即將轉強的時候 我再去做買進 所以說如果說以這樣的模式來看 就是跌破230 40 跌下去的第一次 我不會馬上進場 等到它拉上來 即將要再突破230 40 我才會進場 這就是右側交易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還有包含我們在本週 本週的這個冠軍選股 有沒有 本週大盤 非常非常震盪 你去看我們的選股 3073的天方能源 1540的橋幅 通通都是大賺 而且你去看 很多我們細心的投資朋友 有發現到 就是說我們在這禮拜 我們是用重壓的方式 去買進這兩檔 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帶你看 這裡嘛 3073的天方能源 有沒有 本週持續在創高 包含像是1540的橋幅 工具機 本週持續在創高 只要你在 本週有看我們早上8點半的直播解盤 你任何一天買進 昨天一定都是賺錢 不過這是本週的 所以就是不要再去追了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下禮拜 下禮拜我一樣會提供給大家 五檔 冠軍表股 免費的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te去看 我在這個禮拜日 禮拜日不是今天 禮拜日的中午過後 就禮拜日的下午 我會發佈在我的Lite上面 我的主頁 你可以先加入 禮拜日記得點選去看 我會告訴你說 下禮拜的 冠軍表股有哪些 所以給大家參考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的美股的狀況 來去看喔 其實說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只要美股這部分 沒有出現什麼 太大的狀況 其實對於台股 就是不用特別去擔心 那如果說 出現一種狀況 可能會變得比較震盪 但是也不用擔心 就是地緣政治風險 那你說怎麼去看 地緣政治風險 其實很簡單 如果說美股 歐股 美元 黃金原油 全部都在 就是全部都是正向的 美元 美股在漲 那 整個四大指數都在漲 但是只有台股在跌 只有台股的賣壓特別重 那這個時候很明顯 就叫做地緣政治風險 那我覺得說 如果真的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更好解決了 因為每一次的地緣政治 全部都會是一個好買點 所以這部分就是 跟大家講一下 也不用太擔心 那昨天的稻窮是開高走低 一度也是在創下歷史新高 那回跌了 回跌了1.29%左右 那其實這就像我講的吧 當稻窮創高之後 他稻窮震盪 那他會被科技股帶上來 那如果說整個盤面狀況 比較風險比較高的話 可能稻窮會被科技股帶下來 那我們這樣來看 昨天的納斯達克 我覺得說還可以接受 稍微的跌破月線 那跌了0.7%左右 S&P500 昨天也是跌破月線之後 有收下影線 有沒有這裡 有收下影線 持續收穩在20MA 跌了0.78%左右 那廢半指數 廢半指數 昨天也是跌破了約均線 但是也是 開低走高 逆勢有在收紅 所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道琼的氣勢 他是稍微有被科技股拉回來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 不用太過擔心 主要就是說 這算是單一事件的影響 單一事件就是 S模的事件 拜登說要去加大 對於中國的晶片禁令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加大晶片禁令這件事 這絕對是消息面 因為你去看 拜登說 我不排除接下來 我會加大晶片禁令的管制 就是 就這一句話 怎麼加大 什麼時候要加大 達到什麼條件要加大 全部都沒有 他是完全沒有具體的數字 就是說 你在消往中國 我就會加到這個晶片禁令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具體的數據 日期金額 通通都沒有 所以這個很純粹 就是有一點消息面上的影響而已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短線上 就是持續觀察 包含像羅素2000 昨天羅素2000也是 稍微有一點點的賣壓出現 就是說 整個美國股市 有稍微受到一點消息面的影響 所以應該是說 風高獲利了結 但整體來講 我覺得影響不大 就是說它的趨勢 是沒有被扭轉的 大多頭裡面的修正 沒有太大問題 以日經來講 日經現在是開盤狀態 是小跌了0.02%左右 也是還可以接受 就是說 受到美股拖累 小幅度的震盪 那韓國股市 現在是跌了1% 稍微的比較重一點點 因為說韓國股市 它在科技股的成分 也是比較重 所以總結來講 是整個亞洲股市 都有稍微被美股拖累到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如果說 整個亞洲股市 日本在漲 韓國在漲 美國股市也強勢 只有台股在跌 那這種情況 我覺得會比較難處理 但如果說 美股也在高檔的修正 消化這個消息裡面的利空 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都在同步的修正 台股跌合情合理 我覺得說 這樣的情況 反而不需要太過擔心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一下 包含說其他的一些 國際商品 美元指數 你看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其實說整個趨勢如果要反轉 美元 美債跟股市 一定全部會同步做反應 就是說如果整個市場資金 它要從多轉成空的話 一定是股市跌 美債殖利率漲 美元指數也跟著漲 但是其實並沒有 你去看 只有股市跌 美元指數也在跌 它的現行都還是弱勢的 美債殖利率也還在跌 也都是弱勢的 黃金 相對強勢 近幾天都是持續在創高 就是說市場對於降息的預期 這都還是強勢的 所以我覺得說 從整個國際的商品來看 其實沒有太大的狀況 那只是說 比較需要去留意的是 在VIX的部分 恐慌指數 因為說恐慌指數的攀高 不一定會跌 恐慌指數這個東西 不是漲越多 跌會越兇 而是說 它的波動會加大 恐慌指數只要往上拉 整個股市的波動會加大 它是波動 不是說漲跌的一個方向 所以恐慌指數昨天是漲了 昨天是漲了大概是3% 算是大漲了3% 所以在這幾天的股市 可能波動會比較大一點 就需要特別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以 個股來看的話 我覺得昨天的個股表現已經是不錯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的ADR 有沒有 昨天台積電的ADR 如果你有看夜盤 你一定知道 夜盤剛大概開到12點吧 大家嚇死 跌了500多點 台積電ADR又跌了3% 還好尾盤有收斂 這就是像我講的 其實說 台積電一定有它的價值 不然昨天不可能收這一根下引線 你去看 我給大家看這個邏輯 我把它切到30分K給大家看 這是在今天早上的盤後 美股的盤後 那中間這一塊是在美股的盤中 早上這一塊 黃色這一塊 這是美股的早盤 美股的早盤 也就是昨天 昨天大概4點到8點 美股的早盤 早盤也就是昨天台積電法說會 過後開盤的狀況 那其實法說會過後 開盤狀況是非常漂亮喔 不是說沒有反應很多人 台積電法說會講得這麼好 ADR還跌 不是跌喔 昨天台積電ADR 一聽完法說會 它是瞬間大漲的 它是瞬間大漲的 將近是2%左右 那大漲上去之後 稍微消化賣壓 現貨開盤之後 再往下灌了一段 所以我才說這一段往下灌 它有可能是地緣政治風險 所造成的避險的賣壓 避險的減碼賣壓 所以才需要去做留意 那只是說往下灌回來 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一定有它的投資價值在 所以馬上又有低階盤 把它拉上去 一直到現在的盤後 相對都還是強勢 也沒有回跌 所以我覺得說整體的氛圍來講 就是市場會有一點擔心 那有一點說居高思維 但是如果說毀掉個股價值 很明顯 你光是看ADR你就知道 台積電一定有它的低階價值在 所以我覺得說整體方向就是 我們一樣是指數還是會波動還是會震盪 那就是朝向低位階 預估本益比在15倍以下的個股 下去做低階 所以把握機會 如果說不知道什麼股票 值得去撿便宜的話 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的Light 那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股票值得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是早上的8點49分 再過11分鐘 台股現貨開盤 現在期貨跌了大概是270點上下 不用擔心 我就是說這是一個很正常合理的狀況 就是說 當整個美國股市修正 那或是說有出現一些 比較算是消息面的賣壓 它一定會修正個1到2天 2到3天 這些都合理 因為就是說整體這樣來看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說 艾斯摩爾晶片禁令這一塊 說艾斯摩爾晶片禁令 它會導致說整個美國股市 它的科技股 包含說設備廠 或是說艾斯摩爾本人 NVIDIA 台積電 都會連帶受到影響 但是其實讓市場去消化個1到2天 大家就會知道 這個純粹就是消息面 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具體的措施進來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先看一下現在的期貨 現在的台股 現在期貨是跌了308點左右 大概是300點 那以目前的日經來看 日經現在是跌大概平盤 算是相對強勢 那韓國股市今天是目前 目前是跌了1.04%左右 所以整體來看 因為說日本股市 它的科技股的佔比沒有到這麼高 所以它今天相對抗跌 那韓國股市科技股比重高 所以它是跌幅是稍微的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今天台股整個盤面初步研判 大概就是科技股它相對來講 可能說也不會說跌到哪裡 但是就是說震盪會比較劇烈 那相對強勢的 第一 傳產 第二 低位階的電子股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所以我其實在這禮拜三 我就跟大家講 台積電的法錯會前 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 我不會叫你去把所有股票賣掉 或是去放空 不需要 你要去做好一件事 把高位階的股票先賣一趟 轉移到低位階低基期 低預估本益比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是現階段市場資金 在做的動作 很多資金全部都轉往低基期了 所以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以目前的期貨開盤狀況 我們的這個關鍵價還是一樣 特別去做留意 7月19號大盤關鍵價 如果說今天有拉回到230 40 可以去做多 那今天我會分兩筆 230 40跟22900 這兩個價位以下 都可以下去做多 給大家去做參考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的 台積電本身 台積電本身其實就像我講的 昨天的法錯會過後 基本上我可以確定一件事 在今年度 2024年 預估EPS上漢40塊 一定是沒問題 因為它的獲利太漂亮了 我這樣講 台積電在昨天公佈 第二季的EPS 第二季的EPS是9.56 那9.56這樣的數字 他們法說會也講了 毛利率會繼續向上提升 原本市場預估的毛利率是53% 現在他們把它提高到53到55%之間 最高高標是來到55.5% 毛利率提高 猜測也向上提高 如果說以營收來講 大概是7.5到11點多 那取中間值就大概是9.5左右 大概是9.5% 所以代表說 台積電在第三季營收會成長 好 營收成長不代表 獲利會成長 這個邏輯懂嗎 營收成長 但是不代表它的盡力會成長 所以也不一定它的EPS會成長 但是 他們也講到了 毛利率也跟著上調 所以等於是說 在整個第三季或全年度 台積電的營收成長 毛利率也跟著成長 這個時候它的EPS就會成長 所以我會很大膽的告訴大家 基本上台積電在第三季的EPS 每股盈餘至少至少 10.3元起跳 這是基本喔 最基本門檻 10.3元起跳 那如果說第三季是10.3元起跳 第四季還會再成長 那從第一季跟第四季這樣合起來看 今年一定過40塊 那只要過40塊的話 以這種成長的速度來看 2025 隨便估至少都有50元的EPS 那以50元的EPS來看 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它反映到未來一年 合情合理 因為它訂單能見度太高了 那給個20倍本益比不就1000嗎 所以我才說其實 1000元以下買進不用擔心 這種價位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如果說連1000元以下 都就是說如果說連台積電1000元 占不上去 那台股大概震盪就會變得比較劇烈了 所以這完全不用擔心 那如果說以鴻海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說鴻海也是一樣 在今年底前 只要反映到2024的獲利狀況 基本上就是240 還是一樣到年底前看好到240 那我再強調一次 全子股看的都是一個大方向 不是讓你去做短線 所以我覺得說鴻海 拉回來一樣可以去做切入 2450的聯發科有沒有 聯發科其實說我們在近期 這幾週一直跟大家強調 聯發科最漂亮的買點 CP值最高 它的風險報酬最漂亮的 就是在1300以下 昨天真的跌破了1300 是不是 所以當時我才是跟大家說 1400以上的聯發科 現行再漂亮我也先不會去買 因為它的CP值不高 那現在跌下來了 我覺得就可以找機會去做切入 2382的廣達 廣達也是一樣 當時有提過 廣達它一個比較漂亮的買點 大概是在300塊錢以下 那昨天收是收在298 就可以開始陸續去找買點 所以這部分給大家參考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早上8點半的節目 跟大家講的都是一個大方向 就是大方向 我不是告訴你買賣點 我說台積電千元以下便宜 什麼時間可以買 這是我們會員的權利 所以我給大方向 那你想要知道詳細的進出場點 你可以直接來點 好啦我們直接繼續來看 那包含像是其他 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現在低位階的它就 它就會非常的有優勢 像是群創 有沒有 面板整個位階真的是 已經有夠低了 因為就像我講的 面板的爆發起在2025年 那今年的年中 就是現在 大概就是它最谷底中的谷底 那又加上台積電 未來會採用FOP LP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對於整個面板廠 它的報價提升的速度 可以有效的往上拉 所以群創 尤達這些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講到說比較 比較典型的 拜登概念股的話 政機 網通設備 網通設備都是所謂的 拜登概念股 政機跟 4906的政文 這些短線上其實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有機會吸引到一些短線上的買盤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今天收盤以前 我們一樣會進場佈局 下禮拜全新的標股 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家 下家 下家